第二章 伊治坦子 過了些日子 耶穌又進了加伯農 人聽見他在房子裡 就有許多人聚集 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 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有人帶著一個坦子來見耶穌 是用四個人抬來的 因為人多不得近錢 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頂 既拆通了 就把坦子連所討餓的玉子都醉下來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坦子說 小子你的罪謝了 有幾個民事坐在哪裏 心裡二論說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淺忘的話了 除了上帝以外 誰能赦罪呢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裡 這樣二論 就說 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二論呢 或對坦子說 你的罪謝了 或說 起來 那你的玉子行走 哪一樣容易呢 但要叫你們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兵 就對坦子說 我吩咐你起來 拿你的玉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來 立刻拿著玉子 當眾人面前出去了 以至眾人都驚奇 歸榮耀與上帝說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耶穌召利美 耶穌又出到海邊去 眾人都就了他來 他便教訓他們 耶穌經過的時候 看見阿勒肥的兒子 利美 再在碎關上 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來 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耶穌在利美家旅坐席的時候 有好些碎利和罪人 與耶穌並門徒一同坐席 因為這樣的人多 他們也跟隨耶穌 法利塞人中的民事 看見耶穌和罪人 並碎利一同吃飯 就對他門徒說 他和碎利並罪人一同吃喝嗎? 耶穌聽見 就對他們說 康見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我來本不是照義人 乃是照罪人 論禁食 當下 若看的門徒和罪利塞人禁食 他們來問耶穌說 若看的門徒和罪利塞人的門徒禁食 你的門徒倒不禁食 這是為什麼呢? 耶穌對他們說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 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 新郎還同在 他們不能禁食 但日子將到 新郎要離開他們 哪日他們就要禁食 新郎難合的比喻 沒有人把新布逢在舊衣服上 恐怕所補上的新布 帶壞了舊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沒有人把新酒 裝在舊皮袋裡 恐怕酒把皮袋裂開 酒和皮袋酒都壞了 為把新酒 裝在新皮袋裡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穌當安息日 從墨地經過 他們逃行路的時候 合了墨碎 法利塞人對耶穌說 看啊 他們在安息日 為什麽作不可作的事呢? 耶穌對他們說 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 缺乏飢餓之時所作的事 你們沒有念過嗎? 他當阿比阿他作大祭司的時候 怎麽盡了上帝的殿 吃了陳切餅 又急跟從他的人吃 這餅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對他們說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 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在這裏 在這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